公社系同學設計的BOBBY環保拜箱 是日圍經典型修巡玩設計特別獎 以及放式大賞平面產品類設計組 2019年成貨班綠色生活創意設計大賽的金獎 我們這次的產品是BOBBY環保拜箱 然後呢它是經過空氣清淨機去過濾我們家裡的髒空氣 然後呢中間的部分是水箱的部分 水箱呢我們家精油我們選擇的不是香精 因為香精是經過人工去製造的 然後其實精油它是取之於天然的 另外同學設計的專心作品 他們觀察到傳統的紅磚文化逐漸的消失 啟用透過創作以新的詮釋角度 讓紅磚走入生活 我們對紅磚的印象就是會比較重一點 然後也比較刻板比較自私化一點 所以我們這次都想說用鏤空的方式 也可以解決就是它進步會發霉的問題 然後另外這個是用煙囪的影子下去當意象 就是我們一般看到煙囪就是搖廠的話 我們想要利用巡像的方式讓它可以 就是在飄煙的時候也可以有一種 搖廠繼續傳承下去的意思 另外這款電力接接樂是日圍經典新秀贊助特別獎 產品設計類 同學希望藉由寓教育樂的遊戲 讓小朋友認識電從來來 以及電力傳輸的過程 這遊戲大人可以教小孩說 我們電是從發電廠 然後經由電塔 然後在電線桿就到我們家裡面 將電的流程這樣 讓小孩小時候就會一直問 就是大人可能不知道怎麼回答的時候 那小孩大人可以藉由這個遊戲 讓小孩知道電是怎麼來的 其實很少人在做這個樣子的題目 那我們其實有討論過很多種不同的形式 譬如說像是積木啊 或是像水管街頭那樣的形式 然後最後我們才選定像這樣子一個 等高線圖的方式去表現它 因為感覺它可以表現出整個大環境的樣子 另外這主作品是入圍 上海方與設計新銳挑戰賽 以及經典新修贊助 特別講產品設計類 我想說找出這些山區的一些 共同的問題點像是涉水 還有斜坡爬山等等的問題 然後去做這個發想的問題來源點 然後去設計這一款 我們的高利利巴這款載具 那它的優點有像是它遇到爬山 需要涉水的地方 它的輪胎的話是可以做變形的形式 然後去做這些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們青春放題的意思就是我們在大學 就是我們會統治是一個很蠻青春的時間這樣子 然後我們希望在我們的大學的最後一年 然後用我們青春的活力 去把我們的作品裡面展現出來 那放題的意思在日文裡面是無限 所以我們希望用我們的無限青春力 帶入到我們的主題裡面 這次共展出35組的作品 涵蓋家具、運輸、文化、產品等類別 5月7號到10號在台中是一所展覽 6月1號到5號在大學 外語大樓大葉一廊展出 歡迎大家到場觀賞 大愛人新聞 流行笑採訪報導